年 extends to the育園 或是不香的 好 那就開始了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部份 我是秀傳阿iere的中醫師李仪庭 最近因為起極的關係 所以我在外面都重視 要怎麼保健才能讓身體越來越健康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部分 就是要來看其實對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中醫就是對這個條用的部分很在行 所以今天我就要來介紹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要來講養生保健的543 今天有很多秘訣要跟大家阿公阿嬤來講 所以等一下會準備一些題目 我們大家再來想看要怎麼可以讓我們對這個中醫的知識更進一步 我們生活的部分其實現在有很多疫苗 我們如果老大人身體比較不好吃 比較怕說如果在腦癌的位置 這樣引發的症狀會比較多 所以現在如果是可以打疫苗 也是都說比較鼓勵大家說 有疫苗可以打的時候就先去打 不過這是疫苗的部分 其實它是尖對說 所有的部分對我們來看來的提升 當然其實有很多部分的地方 可以到三天我們體質的改善 所以跟打疫苗的一些不一樣 其實用於它跟更重視的部分 是我們自己體質要怎麼說 可以讓自己的身體更來更健康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講的部分 有三個主題 第一項就是我們先來看台灣常見的中草藥的辨別 因為其實我們家裡幾乎 有時候自己家裡會種一些草藥 或是你平常去路邊也會看到 台灣自己也有一些草藥 其實是很吃去看到 不一定說這個草藥就是中醫師拿來他們的藥 但是家裡嫁名都會自己補 所以你要是可以了解說這個草藥 會實際 比較了解這個草藥 比較不會說 平常是用藥 一定用到 第二項我們來看的部分 是我們有些在家裡可以準備的茶飲 自己在家裡可以泡 有時候 水乾的時候可以喝 有些滋味 夏天的時候有時候比較水乾 你沒想要一直喝這個很乾的 像白昆水這樣比較沒味 所以你可以自己準備一些飲料在家裡 自己又是用藥 比較適合大家體質這樣 那第三項 第三項讓我動起來 動到 但是第三項是 我感到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項其實是 我們中藥的安全 不是說 一直可以隨手拿到的中藥 它就是 很安全 你還是不了解 這個中藥的效果 其實好像 一直吃同一種藥 或是 人家幫你補 你就知道 你就吃 這樣其實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第三部分 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來討論 中藥的安全 到底是 怎樣 它可以用料 更健康 更方便 所以 我們先來討論 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們要討論的就是 台灣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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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的 這些中藥材 有的人 有的部分 像 那樣 不是 不一定 它就是中藥 不過 這兩款 我們都會 做好 讓大家 比較 比較了解 這個中藥 跟他找草 有什麼 不同的地方 這是 第一個 草 我們來 看看 這個草 是什麼 因為其實 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草 這個草 其實是很流行 的草 大家 知道 這個草 是什麼 阿嬤知道 阿嬤牙手了 阿嬤知道 這個草 阿嬤是什麼 你肯定家裡有情 你看 這個草 它怎麼生 怎麼像一堆灰 不過 它全部都是 綠色的 它生了很漂亮的草 仔細看 這個草 其實它有 白色的龍毛 所以 它摸起來 它是有 稍微有龍毛的感覺 不是 像是 那樣 這個草 很多人家 因為它很好情 所以家裡 其實很多人 都有情 這個草 這個草 一個草 什麼哩 就是豆腐香,只是豆腐起來的香,吃的手起來的不香 但是豆腐香,不管是豆腐起來還是吃的手起來,都會很香 所以這個草藥的特性就是很香的草藥 阿嬤知道,剛才阿嬤有燉頭 所以這個草藥其實他本來是在印度那裡 他在印度跟斯里蘭卡那裡原生種在那邊 因為他很好情嘛,所以好賣還不錯 所以就會流傳,流傳到我們台灣 我們在東南亞,其實他經常是有蚊子燉到,還是有湯啊 然後是炸的,很痛,又發炎,就會用這個豆腐香 豆腐香其實是一個,我們中間說起來,他是算比較冷的藥 他雖然說,消炎的效果很好,有的人口水一直不好,還有沒有人那種 我們就會說,用豆腐香的草,把它倒一倒,把它敷在傷口上嘛 有的人是,如果是不爽快,如果是說太多,或是稍微感到 有一種發炎的狀況,就會用這個豆腐香,喝那個豆腐香煮 喝那個藥,不過就是因為這個豆腐香,其實他比較省民俗療法 他不是真的,真的中醫師是不會用這個豆腐香的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藥其實有比較冷,他沒有適合說,一直用一直用 因為他比較冷的藥,所以如果是說,好啊,有感覺狀況比較好啊 就這樣就好,別說,感覺他這個藥很好,就每天煮乾水這樣喝,這樣對身體比較不適合 我們來看第二項藥喔,第二項藥應該也有很多人家裡面有種 你看他這個花,他這個花很漂亮,有黃色的,有白色的,有淡黃色的 他也有淡黃色的,所以他這個花的白色,淡黃色,黃色的,生了很漂亮 那這種花,他也很好吃,所以其實也有很多人家裡面有種這個花 你知道這個花是什麼嗎? 我們來看這個花到底是什麼 我們搖一下喔,看能不能搖到嗎? 這個花其實就是金銀花 它金銀花本來呢,它是冷冬藤的花 它剛開花的時候,它是白色的 不過就是因為它剛開花的時候,過兩三天,它會慢慢變黃色 所以它白色跟黃色的相間 所以它就叫做金銀花 金銀花它本來就是台灣的有的 如果是中國還是日本也有這個金銀花 金銀花跟豆腐香比較一樣 它的特性都是比較冷的 所以它對這個商業的效果是不錯 如果是說,如果是遺漏的時候 如果是之前那些殺死的時候 大概如果是遇到這個北斗的大流行的 那些疾病大流行的時候,金銀花的變得很貴 因為有的人覺得這個金銀花對抗病毒的效果很好 所以就有這種疾病的大流行的時候 金銀花的價格就差了很高 所以你如果是家裡有種金銀花就知道 它現在就真的像金銀子一樣 我們平常是吃得硬的時候 也像是少量的這樣 所以說就是因為它比較冷 比較冷的時候它算少量的油 所以如果是你為它脾胃功能 比較不好的人 或是你其實補人是那種補很久 但是它一直沒辦法 它就比較不適合用這個金銀花 我們來看第三項的藥 這個藥也是很多人家裡都有錢 因為它很好錢 它就是你如果錢下去,它就會生 它也不會說 不必說你要經常把它照顧 它會這樣生炒 它就是很好錢的一種炒 而且也有的人 根本就沒有這個炒 但是它就是大家的地方都看到 不知道這個藥是甚麼 這很常見到的喔 都只是綠色這樣 對,這個就是薄荷 這個薄荷 它其實就很介意 比較潮濕 或是陽光很充足的地方 那如果放水了比較好 它也會生了比較好 它本來的薄荷是有很多種的 它本來是歐洲那裡 就慢慢傳慢慢傳 現在就是歐洲、亞洲都有 這個藥跟剛才我們說的 豆腐香的金銀花比較不一樣 薄荷它比較良性 它不會那麼冷 所以薄荷有時候 夏天的時候 你覺得不乾淨 還是冷氣感冒 像你比較像這種熱性的風熱感冒 有的人也會用薄荷煮水 要喝薄荷茶 我們中間的薄荷跟薄荷 不一樣 薄荷我們煮要喝喝就是薄荷 薄荷要用新鮮薄荷 它去煮薄荷才會喝喝喝 但是中間的薄荷 是有打過的 是乾燥 所以中間的薄荷 沒有這麼翠綠 它的顏色 是比較深色 比較黃河色這樣 常常我們是在乘車 或是夏天的時候 覺得乾燥 我們就會抹薄荷精油 但是薄荷精油 其實它沒有 思考太小的小孩 所以如果是三歲以前 就比較不適合 用薄荷精油去塗抹小朋友 所以這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我們來看第四個油 我這個油也很多人知道 這個油生得很漂亮 它這樣花紅紅的 有些腦袖在尾巴生出來 紅紅的花 如果漏下來的地方 它就比較淡粉紅色 就沒那麼紅 那這種 如果在彰化其實很多地方 都有這個油 這個油是什麼呢 這個油 它就是九部的草 九部的草 九部的草生後 哪種在顎的尾巴 所以它就叫做九部的草 它九部的草 在八月到十二月 它的採收那個 雖然說它轉 其實它都一定有這個油 但是它八月到十二月 藥性是最好的 如果我們中方 其實真的很多 這個油為什麼會這麼紅 它其實也不是重要 它算青草 這個青草 它很常用在 如果是小孩 它的大寒的時候 沒有什麼大寒 有它脾胃功能 比較不好 吸收不好的小孩 我們阿嬤就會 用這個 九部的草 去燉 燉那個 烏骨雞 所以這個油 就是因為這樣 喝起來又很好喝 油的味道又不會 那種 所以小孩就可以接受 阿嬤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對這個 小朋友的生長發育 好個個不錯 所以就很多人 會用這個 九部的草 所以這就是 我們今天介紹的 第四項草油 我們來看 最後一項 這個油 比較不一樣 這是黃色的地方 比較算這個油 阿這 平地比較少 一般是在三間看到的 比較多 比較有可能看到這個油 它的特色就是 它有很多藤蔓 它是一絲一絲的 那枝都比較長 它有特殊的花包 有吸附器 這個油比較特別 它就叫做 吐司子 吐司子 其實是一種寄生的植物 它利用這個爬藤的構造 吸附的植物上面 它自己是完全沒有綠色的 所以它自己不會製造營養分 它都是吸附其他的植物 吸收它的養分 這樣 它就靠這個 吸收其他的植物的養分 去維生 那這個油 其實是 比較溫的油 它會補 比較補 比較補身體 算比較補油 所以 如果有人 不能補那種體質 一補就說 嘴巴 比較疼 那種油 那種人 他就比較不適合用這個油 那這個油 它很吃用 在什麼時候 我們中間用的時候 就是用它的種子 它的種子 對這個胺胎的效果 如果說 還是說 想要生小孩 一直都沒有懷孕的部分 它用這個油 效果就比較好 但是它就是 要判斷體質 它會比較適合那個人 因為 它是算比較溫的油 所以如果這個人 其實火氣很大 不適合補 要用這個油 就變成補過頭 這樣 那我們 第二的部分 剛才 藥的油 都藥了 所以對這個油 稍微了解 我們第二的部分 我們就來介紹說 其實有時候有的茶飲 我們可以在家裡準備 準備 準備 一個火鍋都可以喝 我們來介紹 兩種茶飲 這是正經拍的片子 我們影片可以做回來 大家好 我是秀傳中醫部的醫師李怡婷 因為我要問 老師吃魚吃肉是不是覺得很容易 如果有一款茶飲 可以來幫助我們消化吸收 那是不是就太好了 所以 今天我們的過年特輯 要教大家製作兩款簡單方便的茶飲 一款是我們的好氣色先提玫瑰茶 以及消肚子見屏幕香茶 那我們先看到我們的好氣色先提玫瑰茶 它的成分呢 有玫瑰 山楂和大棗 那喜歡喝茶的朋友呢 你可以把大棗換成是紅茶 那飲用起來的風味同樣是很好的 玫瑰我們準備四千 那山楂跟紅棗呢 都是準備兩千 這款茶飲 它主要的功效是可以養顏美容 又可以幫助消化吸收 所以想要漂漂亮亮過新年的朋友 選這款茶飲就對了 那如果是我們的消肚子見屏幕香茶呢 它的主要的成分有 烏梅 木香 跟白竹 那這三藥的藥物呢 同樣都是兩千 那怕痠的朋友 烏梅的量可以選擇少一點 烏梅減到一千 也是沒有問題的 像現在很多人脾胃功能其實不太好 常常食慾不好 一吃飽之後肚子就脹起來 很像一顆大啤酒 那你就很適合這款茶飲 這兩款茶飲 同樣都是用500cc的水 你可以下去煮或是沖泡 用煮的話呢 它的風味會比較濃厚 比較好喝 可是如果比較趕時間 怕麻煩的朋友 直接用沖泡呢 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兩款茶飲 它同樣都是比較平和 比較適合大眾體質的 那你如果想要有一款 比較適合直接體質的茶飲 那記得要由專業的中醫師 為你診茶喔 我是秀傳中醫部的醫師李怡婷 請大家跟我一起 養生過新年 所以我們今天就了解中醫 也也知道說 你如果在家裡想要準備一些飲料 要選這種比較平靜 還是直接問你的中醫師 看哪一款是比較適合你的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所以體質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選的藥跟他們的藥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比較不建議 大家自己去買 不過有的人就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介紹這種比較平靜的藥 如果每個人都要喝的 一般也要選這種比較平靜的效果 比較好 第三部分 我們要來看中藥的安全 中藥的安全其實是 去年我們在選傳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中藥其實也是藥 也不是說吃好玩的 人要吃的時候 也要看說 因為它是藥 它有自己的適應症 跟它不合不吃的人的體質 所以我們用藥 其實有幾項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有的步驟 是我們用這個中藥的時候 做中藥的合論 它就是它有一個口訣 它的口訣叫做 停看聽選用 停看聽選用 這個口訣 它要跟我們大家說的就是 你要停偏方 不能說大家幫你報聲說 我吃得很好 你就覺得自己吃得很好 其實不是這樣 第二項就是 你要看中藥書 就是不要說自己 聽藥來吃 看過中藥書 中藥書 幫你 看你的體質 像什麼藥 這樣用起來 效果會比較好 第三項就是 如果藥書跟你說的時候 你要聽得比較熟 看這個藥 到底要飯前吃 還是飯後吃 有的人會睡前吃 我們用藥的時候 第四項就是 你要選 五級格的藥 這個藥 有跟國家認可 所以要選合格的藥 第五項 你看這邊 第五項 這個藥 就是要用到的藥 所以它就是五個步驟 叫做停看聽選用 我們來看它的細項有什麼 第一項就是 其實有時候 這個藥 這個藥 它其實 它現在已經做科學化 它不是 算蜜 這樣 不過有的人 他就會 拿一些藥 告訴你 這我吃得很好吃 這是我祖傳的 上上上上 傳下來的 這是 沒有 這是蜜蜜的 不是說 不知道裡面 是什麼成分的藥 其實這是最不好的 因為它就是蜜蜜的 你不知道它什麼成分 所以你吃了什麼 自己都不知道 這樣吃了其實很危險 如果醫師問說 你到底是吃什麼藥 怎麼會這個鏡頭照出來 你也不知道裡面是到底什麼成分 所以這個藥 盡量不要吃這種 來路不明 標示不清楚的藥 所以藥 其實不能亂買 不要買這種 標示不明 來路不清楚的藥 這樣要停偏方 就是要讓醫生看過 他要有比較開的藥 也會讓別人看 就吃了 第二項就是 我們如果看醫師的時候 要跟我們背景說清楚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醫師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讚美看你的身體狀況 所以有的人就說 這樣我就讚美讚美看身體狀況 沒有跟自己的背景說清楚 其實有時候你的背景對醫生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要看中醫師的時候 先跟自己的背景說好 中醫師可以萬聞問切 但可以透過四個診斷的部分 看你這個狀況 聽你的聲音 譬如說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跟你讚美 問你的背景是什麼狀況 比較來對陣下藥 這樣效果 其實會比較好 第三項就是 或者是醫師啊 還是說藥師啊 告訴你 這個藥要怎麼吃 你要聽到最小 不要 自己每個人的體肌不一樣 所以不可以說自己用什麼藥 就一直送給別人 所以 醫師在告訴你 吃飯前 吃飯後 吃困境前 要配溫水吃 還是要配什麼東西吃 一般盡量是 不要配茶跟咖啡 吃那個藥 藥就是配搏乾水吃 這樣是比較好 所以要聽到最小 他想怎麼跟你吃 要掌斷 掌握更正確的 營藥的方式 第四項就是要注意說 這個藥 它有藥品的許可證 藥品的許可證其實是很重要的 它旁邊都會標示得很清楚 其實這個國家都會發佈說 這個藥到底是 來賓什麼 比較合格的 這種來路不明藥 其實現在已經很少了 不過有時候 我們 廚房要補 我們就會 賭到 賭到的時候 盡量不要自己拿來吃 要選這種 比較及格的 比較合格的 藥 這樣是比較好的 所以說 這個藥 是說 很多很多 也不要說 自己吃得很好 就送給別人 因為每天 體積不一樣 所以 要用到的藥 要用到的藥 也盡量 不要說 吃不完之後 覺得很好 怕算 就送給別人 這樣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 我們看最重要的一項 就是 我們要用到的藥 用到的藥 藥到底要什麼時候吃 如果是飯前飯後 一般我們都會建議說 這個藥 就是間隔 跟飯前飯後間隔 半小時到一小時 吃藥 那如果是困境前吃藥 那一般就是困境前 差不多30分鐘來吃 所以你要用到的藥 要遵守正確用藥的時間 這樣 就會說 藥效的會比較好 用藥 你會覺得 真的用藥對養生保健的好個性 真的不錯 有時候是因為用錯的方式 或是配的方式 不對 才會說用藥 用藥效果還沒那麼好 其實用正確的方式去吃藥 這只是藥粉 或是煎的藥 用的效果 對這條 你身體的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再來看 這個重要安全的部分 重要安全的部分 就是有五項很重要的 我們要停偏方 如果要用藥效果 要找合格的綜藝師診斷 要醫師跟藥師的 告訴你這個藥要怎麼用 要聽到最小 選藥效果 盡量選這種合格的藥 要有外生福利 不合準的許可證 這種藥 才會贏 這樣才不會吃什麼出問題 最後一項就是 要用對的藥物 我們還有一種部分 其實常常在塗上 就是中央有的人拿回去 他可能在家裡 他潮濕 或是他沒有把密封袋 夾鏈袋 把他包裝起來 所以畢者說 藥的潮濕 要的結塊 油分 你就覺得他不是油分 因為畢者說 一塊一塊一塊 其實當初一塊一塊 效果就沒那麼好 所以你如果拿到 那個科學中藥 那些密封 把他密封都好 可以放在防潮箱裡 也可以用 吃鍊袋把它放起來 因為他比較乾燥 沒有吸水 沒有一塊的藥 其實效果會比較好 有的人 如果放油 放太多 可能放超過幾個藥 這樣油就盡量 可以放在冰箱 保存 你也是要用 然後吃煉袋 把他密封都好 放在冰箱裡 所以這就是 最重要的一項 要提供大家的 就是重要的保存方法 要注意防潮 因為我們台灣比較潮濕 藥的效果 其實是比較沒那麼好 這就是 今天幫大家準備的 中藥的用藥安全 和養生保健的部分 我們有看到 說了解我們台灣 較常見的中藥物 也有準備說影片 我們可以有兩款茶飲 如果想要知道 這兩款茶飲 到底你想要複習 知道這茶飲 到底要拿什麼茶飲 我們秀傳中醫部的粉絲頁 它都有大貴階的影片 要可以來找 到底是什麼樣的組成 要怎麼做 可以再複習這個影片 第三項 最重要的就是 要知道中藥的用藥安全 不可以看到藥物 就賣賣賣賣吃 這樣 它沒有對症效藥 對身體的狀況就比較不好 我們秀傳的中醫 就會跟大家做會 來打拚 讓這個危險 不要對我們自己 要注意防疫 在家裡 要注意身體的健康 今天我們的課程到這邊結束 很感謝大家參加 感謝大家 OK